游戏里面我们有用不完的弹药 那为什么在现实当中突击步枪的弹侠里却通常只能装上30发子弹呢 它就不能多装点吗 它为什么非要是个整数呢 实际上在过去弹侠容量可是要随意的多 比如苏联的波波沙 咱可以用上弹鼓嘛 一次装上71发子弹带来双份的快乐 比如德国那支非常著名的MP40下面插着的 也是一个装了32发子弹的弹侠 它不是整数哦 还比如这支经典步枪M16 早期用的直弹侠呢 这只能装下20发子弹 真的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所以你看到问题没有啊 想要多袋子弹但又不想趴不下去呢 你要么得上弹鼓 要么得容忍这种奇葩的快完成了一个圈的弹侠了 可他们又都不靠谱 还又笨又重嘛 那直接减幅成20发 可你用的又是现代的自动武器 扳机一扣就要准备换弹侠了 哪一个势必能够扛得住呢 所以30发左右的弹侠容量 是妥协之后较为平衡的结果了 诶 但为什么不左也不右就正好是30呢 很简单啊 因为它是10或者5的倍数嘛 既方便能够快速算出弹侠里面 还剩了几发子弹 也方便用弹夹来给弹侠装子弹 这个是弹夹 它通常夹着的都是10发子弹了 好了 还有什么遗漏的 你就来帮我补充一下吧 一战期间人们终于可以把机枪带上天空了 他们被架在机身的顶部 位于飞行员的前方 使后者能够一边开飞机 一边对着目标猛烈的扫射 可不过问题就出现了 在枪口和目标之间 不是还夹着个螺旋桨吗 怎么办呢 高级一点的做法 是后来发明的机枪同步器 它的工作原理 几乎跟现在汽车发动机里面的 突轮轴一模一样 也是利用跟螺旋桨同步旋转的突轮 来控制机枪的开枪时机 使它在螺旋桨滑过面前时 能够闭上嘴 滑走之后才再次开火 这样就不会自己打自己了 那低级一点的做法 毕竟同步器的发明和验证 是需要时间的 在没有它之前 大多数的飞机 只能够在螺旋桨叶片的背面 装上一个楔形的金属保护块 指望当子弹打在上面后 被它偏转掉 就不会再进一步对叶片造成伤害了 但实际上 也就起到个心理安慰的作用 好了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这回终于轮到法国人了 他们站出来说 我有 看就是这个 把机枪架高一点 只要高过螺旋桨 啥同步器 啥偏转块 通通都能免了 想要愉快的射击 就不能有那么多的干扰吗 可他们考虑过机枪手的感受吗 全程迎风站在高处 在激烈的战斗中 还会受到敌人子弹的特殊照顾 要是飞行员首养来个机动 算了 最好还是不要 这会让他们先激动起来的 索性最后 这架飞机并没有真的出现在战场上 理性还是战胜了浪漫 呃 浪漫 碰碰车你可能玩过 但是碰碰船嘛 就不太可能玩过了 可是啊 美苏两个大国 还真就用了数千吨级的大船 玩过一次碰碰船的游戏 那是在1988年的2月 著名的黑海撞船事件 国际海洋法里面呢 有一个概念叫做无害通过 它是这样定义的 如果船舶从国际水域的一个点 通过尽可能短航线 是向国际水域的另外一个点 而这条航线 恰恰落在了别国的临海里面的话 那么你只要保证在经过时 不损害该国的和平秩序 或者是安全 就是可以的 不过定义虽有 但是解读 美苏依然还是看个人 尤其是还在冷战中的美苏 那当然是各有各的解释了 美国人认为 这是法律赋予咱的权利 既然有了权利 就必须要使 就必须要开着船过去晃 而且到越有争议的地方晃 还越带劲 这样才能给全世界 树立一个遇事不怕的好榜样 苏联则认为 我绝对承认你这个国际法 但是是有一定限度的 比方说无害通过时 需要在我指定出来的 专门海盗里面才行 你看两个大国杠上了不是 于是1988年2月 在美国海军约克敦号巡洋舰 和卡龙号驱逐舰 无视苏联的抗议 依然以无害通过的理由 穿过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石 苏联人不得不以 自己特有的彪悍手法 亮出底牌了 是的 咱不上升到动物 但撞你我总行吧 两艘苏联的呼吁舰 虽然蹲位上跟美国人差了不少 却非常专业的撞了过去 是既解了气 又让对方知道我是在玩真的 还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拿捏的恰到好处 果然这一撞反而促成两个大国坐下来 达成了几项之间 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争端 也是挺讽刺的 万万没想到 在珠海航展上 竟然把我们最新的枪械 一个个都摸了个遍 摸着摸着 有个问题就涌上了心头 那就是瞄准器 它都是在枪管的上方 而且有的还挺高的 即使我3.1线把目标给瞄准了 但其实枪口对着的并不是这条线 它到底是怎么做到 打过去就正好落在了准芯上的呢 我是百个悬树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瞄准线 也就是眼睛罩门准芯和目标之间的连线 同下面这根枪管的延长线 也就是射击线之间 并不是平行的关系 虽然它们看起来和感觉起来 都似乎是平行的才对 但是这两者却是有一定的假角的 简单来说 枪管延长出去的射击线 会比瞄准线留为上翘 这是为了消除子弹的抛物线运动 对于射击精度所造成的影响 还是上图会看得更明白一些 图中的红线是瞄准线 由于只是一根假响线 所以不会受到物理世界的影响 一路出去都是笔直的 而黑色的线就是子弹打出去的轨迹线了 它会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个信息 一个是它出唐的时候就是往上走的 说明射击线和瞄准线之间是有夹角存在的 第二个是 它同红色的瞄准线之间有两个交叉点 图中两个交叉点的位置分别是在30米和200米 这就说明如果这把枪瞄准的正好是30米 或者是200米距离上面的目标的话 那么子弹飞过去落在的地方 就正好和你瞄准的地方重合了 打的是相当准 但如果你瞄准的目标是在30到200米之间的话 那么你打的就偏高了 比方说100米的位置上偏高达到了8厘米 而如果你瞄准的目标是在200米开外的话 那么打的就偏低了 你看到了300米的地方已经偏低30厘米了 肯定就拖把了 所以看到这儿我的第一个移惑已经解开了 那就是之所以抬高的瞄准器不会影响到射击精度 是因为子弹它是向上舍出去的 是被跑到目标上去的 但是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我们不可能总是打30米或者200米上的目标 要是距离不满足该怎么调整呢 这就是表尺要做的事情了 想象一下想要让子弹的轨迹线在100米的距离上同瞄准线重合起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之前在100米上它是比瞄准线高了8厘米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将枪管台的低一些 减小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 就能够让子弹在飞到100米的时候 正好落在瞄准线上了呢 就像这样一样 同理如果想要击中300米处的目标 那把原本已经矮了30厘米的枪口台高 加大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 是不是也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呢 所以表尺要做的就是能够依据目标位置来自由的调整 瞄准线与射击线之间的夹角 该怎么做呢 拿最直观的立框式表尺来举例 在它立起来的框架里面有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罩门 当把罩门放到最上面描出去 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所形成的夹角自然就是最大的状态了 所以它瞄准的就是最远的目标 比方说这个表尺上标注的数字15 就表示着1500码的距离 大约是1400米不到 对于步枪来说已经非常远了 而如果把罩门放到最低的地方描出去 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会非常小了 此时瞄准的就是100码91米处很近的目标了 基本上瞄准就是这么回事了 看起来再高级的设备底层逻辑也就是这样的 只是会更加方便与精确而已 比如你们仔细观察立框式的表尺 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的bug呢 就是距离越近 刻度之间的间隔也越窄 反过来距离越远 刻度的间隔也越大 这是因为子弹在空气中飞行时 受空气阻力的影响 射击距离的增加量 同枪口抬高角度的增加量 不是个等比例的关系 随着子弹飞得越远 你想要让它飞得更远的枪口的抬高量 还得要更大才行 但这无形中增加了调整表尺的难度 因为间隔并不是平均的 尤其是那些距离近的刻度那么密 很容易就把罩门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这在战场上慌乱之下是太容易发生了 所以怎么解决呢 用弧形表尺 表尺躺下来 上面均分刻度 再套一个可以前后滑动的垫块 而每个刻度所对应的不同高度 则由垫块下面的弧形底座给乘起来 你看它是这么工作的 所以就不容易再弄错了吗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八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